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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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第二度举办婚礼 但是在婚宴上应有的仪式感并不少 包括抢花球 开香槟庆祝 以及一对新人在台上发言 新娘的父母上台发言 其中许少雄作为长辈的代表 配合婚宴稀释的氛围 他还以英文鼓励一对新人 说出了名人金句 生活中没有最好的决定 你只能在决定之后尽力做到最好 许少雄在台上施展幽默的语言魅力 在发言前还表示不知道大家是否听得懂自己在说什么吗 结果在说完后 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新加坡厂的婚宴虽说邀请的是以本地的宾客为主 不过也有不少知名艺人出席 担任司仪的是香港艺人李芷山 他与许少雄一家的关系相当好 另外还有一位司仪是新加坡本地艺人前汉群 而到场出席婚宴的艺人还有吴代荣 中书会夫妇 吴代荣本就是新加坡人 后来才到香港发展 前TVB艺人张凤妮也罕见露脸 他早就淡出了娱乐圈 嫁给了马来西亚富商 因为与许少雄夫妇常有联系 故此也受邀出席 再有 已经在香港出席过婚礼的TVB艺人韩玛丽 杜燕哥夫妇在新加坡婚礼上也露脸了 韩玛丽是许慧金的干妈 在许慧金出生百日后 两人就结气了成为了干母女 女儿出嫁 作为干妈肯定要出席 回头来说 许少雄的女婿沈元燕虽然是新加坡人 不过整场婚礼的主场还是以许慧金家族为主 不管是迎宾还是长辈上台发言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沈元燕的家人露脸 只有在亲属敬酒的环节 她的父母才登台 而在难得的大合照中 其实站在中间的还是许少雄夫妇 当然这个站位可能是无意 但不管怎么说 始终许少雄的知名度太高 并且大部分的宾客都是她请来的 风头一度盖过女儿 客观来说 许少雄与她的亲家 在地位上的确存在悬殊 许少雄即便不是真正意义的富豪 但是身家也十分丰厚 出手阔绰 许少雄女儿新加坡的这一轮 每桌六道菜的婚宴 至少数千元新币一桌 一般家庭都未必能负担得起 至于整场婚宴谁是主要负担人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是谁负担 对于许少雄而言 只要女儿开心 一切都是值得的 事实上 许少雄对这个女婿也相当满意 沈元燕不只是长得帅气 有型 与许慧经的感情也很深厚 两人从大学开始交往至今 也有八年的时间 而沈元燕人如今是金融财俊 前途一片大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女婿眼下的硬件来说 许少雄也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了 许少雄现年26岁的女儿许慧经 在2021年的时候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而许少雄在2022年底就透露了 女儿的婚期将会在2023年底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这件事 又或者以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婚事就没有了下文 殊不知道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许慧经其实一直在低调筹办婚礼 而她并没有在社交平台上 公开筹办婚礼的进度 许少雄更没有透露任何一丝风声 这才会让人有这样的误解 如今婚礼如期在2023年底举办 一对新人的婚礼在香港跑马地举办 婚礼不能说规模盛大 但也的确是香港娱乐圈中的一场盛宴 毕竟许少雄在香港人面广 各路明星 艺人前往捧场 现场星光熠熠 许慧经的婚礼看似低调 实则隆重 一对新人按照传统仪式进行 在婚礼当天的早晨 依照传统进行了接亲仪式 许慧经穿上了用金丝银线缝制的裙挂 手上戴了四对大小不衣的龙凤镯 而她的丈夫也穿上了上黑金下红的裙挂 去迎娶新娘 许慧经在许少雄香港的豪宅等待接亲 而她的丈夫在接亲的过程中 也经历了过五官斩六将的考验 才终于接到了新娘 从新娘房间的布置来看 可以说是相当有细节 床罩是红色的 拖鞋是红色的 床头贴上了喜字 窗帘也贴上了喜字 一头满满 接亲过后就是向长辈进行敬茶仪式 许慧经夫妇首先向家中最高的长辈 也就是外婆敬茶 之后才到父母 许少雄以西装革履试人 只见她精神抖擞 笑容满面 心情相当好 她的太太打扮就相对传统 穿了有竹子图案的白色传统套装 许慧经与丈夫跪地敬茶 长辈在喝完茶之后 奉上了大风的红包 许少雄在接过女儿 奉的茶的时候 双眼泛泪光 相当感触 嫁女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还值得一提的是 一对新人不只是向父母敬茶 还向TDB一人韩玛丽夫妇敬茶 原来韩玛丽是许慧经的干妈 在许慧经出生的时候 她就被许给了韩玛丽做干女儿 换言之 韩玛丽是看着许慧经长大的 所以千山万水 她都要赶回来见证 韩玛丽之前在横店拍戏 韩玛丽当天穿了全红的套装 在接受奉茶前还不忘 教导一对新人 这实际上就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 最为隆重的婚宴 在晚间举办 韩玛丽夫妇盛装出席 与许绍雄夫妇一样 以父母的身份送许慧经出嫁 许慧经在晚间准备了多套礼服 其中会见媒体 穿了一套相对素朴的白色婚纱 婚宴进行时 又换了另一套白色的婚纱 可见她对于婚礼细节相当重视 在婚宴现场 许绍雄带着女儿出场 两人从二楼走到一楼 最终许绍雄将女儿的手交付给了女婿 之后按照流程 一对新人完成了现场致辞 开香槟 切蛋糕 抛花球等仪式 婚礼也算是进行得相当顺利与美满 许慧经的这场婚礼 最瞩目的还是现场的宾客 星光意义是必然的 毕竟许绍雄在香港娱乐圈 也算是有头有脸 人面极广的人物 到场的明星艺人有陈豪夫妇 萱萱 江美宜 欧阳振华 江大卫夫妇 黄浩然夫妇 江若林夫妇 马德忠 郭建安 苗乔伟夫妇 黄日华 张照辉等 细数这些艺人 大多都是曾经在TVB剧集 或是香港电影中 与许绍雄合作过的 而这些艺人大部分的共同特征 都是或是曾经是TVB艺人 所以有人形容婚宴现场 堪比TVB台庆 而TVB还派出了记者 在现场蹲点采访 回头来说 许绍雄的女儿与女婿 两人在一起 已经八年的时间 彼此之间 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基础 许绍雄的女婿 实际上是新加坡人 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 2020年完成了工商管理 及工业工程双学位 曾经在高盛等知名投行 银行工作 称得上是金融财俊 如今正在攻读硕士 而许绍雄的女儿 如今是多家饮食店的老板 在大学毕业后 原本她计划继续深造 后来因为疫情而放弃 在许绍雄出资助力下 在新加坡开了几家餐厅 有意要打造连锁产业 而许惠精在18岁的时候 通过朋友认识了对方 相恋期间 曾经一度分手 不过后来两人又重拾就好 感情就变得更为深厚 2021年10月 许惠精在许绍雄的豪宅内 获得对方求婚 最终她答应了求婚 之后两年 一直在筹备婚事 直到如今正式完婚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